为了促进竹山镇的地方发展 日前县长林明珍与县府公务处建设处处长 及在地县议员跟地方人士 到竹山召开县镇说明会 无论是对于社会的帮助 或是学校环境的改善 以及改善路面工程 对于竹山地区的建设 县长林明珍并解决民众的需求 议员蔡柱表示 县长非常认真 这两年为竹山争取 一亿三千多万的经费 对于地方师做重大软硬体建设 并期盼县长能针对竹山基础建设 可以给予更多资源 让竹山未来会更好 今天我们林明珍管长 特别来到我们竹山 基盘这个团队的所谓会 就是针对他近两年 对我们竹山庭所做的 不管是软贴跟软贴的重大建设 来为我们这些鄉亲 来做报告 也希望我们林明珍管长 可以针对我们竹山的基础建设 可以让我们更多资源 可以让我们竹山庭的未来 可以更好 议长何胜峰期盼借此 让南投县发展更美好 民意新闻抓明线 竹山采访报道